hello大家好,我是大树 那么最近呢,关于中国的玉制菜呢 要走进校园就引发了大陆家长的强烈反对 那对此呢,我们的小粉红也参与了进来 明明是剑纸红社会的 结果却成了碰瓷日本 那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再聊啊 那对于玉制菜呢,其实大家也很熟悉啊 就是由中央厨房统一处理,加工,制作的这种食物啊 就是说这种食物呢,它不但出餐快 关键呢,还省时省力,省下了很多麻烦 咱们卖不完的食物呢,往冰箱一动啊 第二天再卖,其实呢,也会省下很多隐形的成本 像是很多炒菜的设备,还有厨师之类的 但是对于大陆的学校来讲呢 它本身就有食堂现做的做法 可是突然间却要搞中央厨房这种模式啊 这就显得非常有病 因为你还得改建去搞洞库,对吧 所以呢,很明显啊,这是红社会搞出的新阴谋轨迹啊 尤其是呢,我看了央视的采访之后呢 我确信这可能是红社会即将全面推行的事情 那我们先看央视的名嘴 白岩松如何和专家联合起来 模糊焦点,试图说服中国的老百姓啊 去接受这样的法案 含盐量明显高 这是已经监测出来的一个结果 包括有的时候油会很大 您怎么看待尽快出台标准 让它符合现在的人们健康的需求 目前把炒的菜变成玉制菜 我们国家在这方面需要把这些标准能够具体化 加工这些企业能够,目前标准比较多 怎么能让它具体可以可操作 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这些事 我想问问大家 这些食物是关于盐和油大的问题吗 什么叫做科技鱼狠活 老鼠头都能让它秒变鸭脖 猫肉都能让它变羊肉串 大家能不担心这食物问题吗 就连小粉红呢都看不下去了 白岩松老师你好 请不要把问题给带跑偏了 玉制菜根本就不是盐多盐少的问题 也不是油大油小的问题 我们是想阻止玉制菜进校园 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明明孩子有新鲜的蔬菜 新鲜的肉类鸡蛋可以吃 为什么非要吃那些保值期一年的菜品呢 孩子正处在长身体的时候 为什么要把玉制菜给孩子吃呢 进来一些学校的没口 出现家长给孩子送饭的情况 家长们工作已经够累更忙了 难道学校就不能体谅一下家长吗 请让玉制菜似可而止吧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恐怕就有家长让孩子退学了 毕竟在孩子的健康面前 学习成绩并不是那么重要 中国家长要能让孩子退学 以抗议这个玉制菜问题 那就不是中国家长了 对吧 咱们中国家长省吃俭用的钱 还不够人家教育家们塞牙缝的呢 被抢了 家长们还得赔个笑脸 而且在中国娃的健康问题上 还是学习最重要 不然中国娃就不会挑灯夜战 有写不完的作业了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 我就在干这么一件事情 凌晨了还在写作业 而且我考了八九十分 也是中流砥柱 所以这根本不是学习 也不是接受教育 而是竞争 所以我很了解中国家长 还是学习最重要 不过这个小粉红能质疑到白岩松 也就不错了 还说明他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是他也是在红社会的思维中看事情 我手上正好有本书 叫做中国大陆食物污染 这本书08年就揭露了 红社会的科技与狠活 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看 但是这样的好书 却被红社会给禁了 所以如此看来 食物安全问题的幕后黑手 还是红社会自己 我感觉红社会做这个事情 极有可能是粮食短缺 要靠这种预制菜渡过难关 第二个就是他可能要搞战争动员 为战争做需求 第三个就是转战食品外销 但是不管怎样 红社会做事一定是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的 不然他不会动员整个国家机器来做这么一件事情 这里我也想跟大家聊一个题外话 就是一直以来我没有和大家分享过的内容 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会彻底放弃回中国的念头 选择站出来发声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之一 就是中国的食物问题和空气污染问题 那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吃中国的食物 其实美国也有很多好吃的了 但是我对中国记忆中的这种味道 就一直是念念不忘 再加上当时我老刷抖音 微信之类的 我就老被这些大外宣的内容所影响 就感觉美国非常的压抑 中国很棒 于是我就想回中国去发展 结果回去之后我就发现一切美好的背后全是浪得虚名 我这里不说别的 我就说这个吃的 真的 基本全是科技鱼狠活 就我长这么大 头一次吃肉馅会感觉是在吃泡沫 头一次吃肯德基会发烧 头一次只要下饭馆吃东西 我就会一直拉肚子 头一次我忘记了 我们的中国厕所是没有纸的 而且头一次呼吸的时候能感到空气里有数不清的颗粒 所以悉命的我 就决定还是在美国老老实实的生活 简单点 可是活的可以久些 但是我小的时候 对这些竟然是免疫的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红社会到底有多么的多 所以这里我想对小粉红说 你怪这个 碰瓷那个 都没有意思 就算你们找到了 抓到了无数个你们认为的汉奸和卖国贼 你们去看看他的头衔 一定是一个党员 所以呢 你们认为祖国的妈妈会为你们伸张正义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妈妈要能伸张正义 那就不用派白岩松和专家出场了 是不是 那这件事呢 我也不想多说了 一定会有记者朋友去花时间去查找真相的 那这件事的背后呢 一定是国家行为 因为玉制菜呢 要能在学校里盛行 他就一定要有教育部的人去推行他 那教育部呢 和玉制菜的这个制造商 他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行业 他们能勾兑在一起 那就证明这件事已经是拍砖了的 所以呢 我就说啊 无论小粉红抓出了多少个汉奸卖国贼 那么汉奸和卖国贼的背后呢 一定有一个党员的称号和职位 所以说到底呢 这还是红社会自己在干的这一个事情啊 和人家日本完全没有关系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注意到啊 红社会正在通过舆论在发展这个玉制菜 他们甚至呢 还拿老外的玉制菜呢 做对比 以证明呢 中国和世界的玉制菜呢 是一样的安全可靠 但其实真的不一样啊 那在中国的玉制菜啊 它的根本问题啊 就是红社会的监管不严 不作为 官家呢 和黑心商家长期勾兑 造假 制毒 贩毒 所以呢 没有一个中国家长 愿意给孩子吃这样的玉制菜 它不是不新鲜的问题 而是它完全就没有信誉的保障 你也不知道 这样的食物到底是放了多少年 它的肉质来源到底是什么样的肉 蔬菜到底是什么样的蔬菜 所以呢 这就是中国家长不敢给孩子吃的根本原因 那这里呢 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在美国 如果你去买牛奶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这个美国超市里啊 这个牛奶永远是保质期长的 靠在最前面 快过期的放在最后面 但是在中国超市 是永远混插着过期的东西卖给你 想方设法让你买过期的走 所以呢 这就能看出中西方的这个差距和人的数字 但最为重要的是食物的安全 所以呢 大家想一想 未来呢 如果玉制菜呢 它能全面的流向世界 但是它过了那些安全标准 可是你却不知道 这些肉质的来源和蔬菜的来源 到底是来源于哪里 所以呢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 有朝一日呢 它能在国际上立足 流向全世界 而且呢 大家也知道 红社会呢 是根本无法控制这个食品的安全问题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红社会是什么德行 那反正呢 它只要没倒台 我就是我最烂的 最糟糕的烟火 永不改变 永不认错 错的永远是别人 别人永远是亡我之心不识 好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想听听大家对玉制菜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如果它流向了世界 你们愿意买单吗 好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